古希冉公司 花前来一下无人 这两个酒还起来到 这是谁 走啊 我是白狗尼路溫水四點山 一點是四點山 那我真是無人啊 三點多點 我是點山 既然海邊水四 真是無人啊 我沒有頷詞 對我沒有太龍 還有水四點山 三點山 我沒有太陽 駕駛之樂 對我沒太陽 我沒有太陽 我還有一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衣山都海 寒蕾花 台上這麼老實 台下觀眾也很無益 不管是客人說 這些是樂好的效果 現場來賓 貴氣真有大家自己來 這是公佈寡喜 參來賓 互動演出出味的所在 來自家妻的請名量 公佈寡喜團 他們在宜蘭傳統的宗教室 火天表演場 演出這齣 亂愛鳳桑頭的親牛馬 情人鎮 愛情的搞笑公佈局 台下少林農 足夠奮養酒來致 任務主 斷在河豪丁力 如邊有國聲 我愛他 聲音夠暖 不愧是 衣山都海 寒蕾花 現代苦手的版本 我愛他 祝愛他 好啊 謝謝 謝謝 我愛他 祝愛他 照顧 救援 好啊 好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丁山 召召四人为母亲友金花 三万四名外 我自卸到白鹿无缘 在本望山婚人江湖多年 十凡下三年来 因为母亲上海 老娘对我男娘 召召在前提友谅 我只望胸面偷情 四万字六万岁 那时候我们有爱因为 那时候是在做广播歌台试 电台对随的这个部门 他都做广播社这个现场对随这个演出 他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爸也是有机缘 所以继续在做这段 慢慢来一直做一直做下去 做下去后呢 他就我们爸那时候 一直创团都是在做这个 民戏外台试的部门 但是都是赚一些广播社 跟日光时期的这个演员来录音来做 那来这个部门 因为这个声音想第一要把它保障 那第二呢 就是说 也希望可以一直在延续这个歌台试的这个声音 比如说我们刚刚听了这个老前辈 比如说 吴米族休假啦 那他的声音这么好 他一定要把它保障起来 那想说 有经过一段时间后 刚刚这次这个传言中心有这个机会 说要做这个广播歌台试的部门 我来想说广播歌台试是一种 听到声音而已 没看到音乐喔 要给他做一个 光光只是这样子做出来 唱给大家听 感觉没什么处理性 所以呢 我给他重新编辑 要给他做成一个剧场 比如说我们在广播那时候 我们也问过 以前他们的录音有什么 刚才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有幕后啊 幕后是要怎么办 就插广播 插广播 如果是歌试的这个部门 就是都会用工艺的方式 那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上的困难 所以都会在于广播歌台试的部门 就是会简单的叙述啦 然后还有一些画面 给大家看 那七十年开始创团到现在 在爸爸那时候就是因为 公布过的这个部门 所以一直在延续制作 到我们家我们又接手 我也想说 这个部门是一个特色 所以一直把它推出来 然后公布各台试一直 其实在那个部门的部门 都只是两种项皮啦 本身实际上的这种画面 我也想说 我们把他延续我爸爸这个画面 他的想像 他以前在做的方式 还想说 他在六个部门也没有过去 所以他在看现场的这种 所以他把他记起来 然后他改变 他做成一个广播的具体 的成续 但所以才一定是把他记得到 所以他很加有一个 在 他在当山河河河우리 就是一核之表演中 Mm'lel suggest 有文件会 宜兰 传统的资争 并 pasta 24公斤 50亿的见证 共现台湾早期 统统的枕架味 不然这个地方的经营 只能让全面到 活力参与的民间BOT来经营 其实当初盖这个创意中心 是为了要保存 我们台湾的传统艺术 包括是传统的工艺 还有美术 音乐 舞蹈等等 这些技能 它所筹建的一个文化园区 然后国家希望把它当作 一个是动态的文化博物馆 所以在92年落成之后 就开始委由民间单位 去营运 希望借由民间单位的一些活力 可以跟公家机关 能够共同合作 然后让这个传统艺术 不仅能够保存传承 甚至还可以推广 然后继续永续的延续下去 所以在这个传艺中心里面 就在93年开始 由我们同意南洋艺文 股份有限公司来去承接之后 我们就去广收 很多专家学者的意见 然后也召集了很多国内 非常优秀的一些表演团队 还有工艺师在进出的传艺中心里面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办理不一样的 动态的一些表演 还有一些静态的一些展览 像在每年夏天 我们都会以偶戏跟歌载戏为主题 然后去邀请优秀的团队 甚至在这个园区里面去举办 所谓青年主演大车拼 这样一个比赛竞赛的活动 希望借有这种比较活泼的展映的方式 能够让这些传统艺术 可以再生根 然后让年轻人也可以加入 然后让我们的传统艺术 再继续传承下去 分头的团形 需要像这代少年人的家庭 这名人公布歌戏团 他们在宜兰传统艺术中心的演出 代表就对到时代进步的本土艺术 需要不断的冲心 家族有外力的幻想 就能千秋歌戏 这一公布 这一电视同样 未来有机会 可能也会建一幅路 转车团上到全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